郭文貴議員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現在是 睡不好的時候 我怕大家多久 我想講一個笑話 讓大家聽 說有一個黃老先生 有一天喝酒 喝喝喝的 跟他走去一個買 蓋車 那個車行 跟那個少爺士說 我要給你們買一台車 就 給他拿兩千塊出來 那少爺士說 阿伯阿伯 這兩千塊不夠買一台車 那個阿伯就跟他說 你不是說 年少兩千嗎 年少兩千 少爺士就知道他喝酒水 說酒味 他就說 阿伯阿伯 隔壁又越少 我們這兩千塊很貴 你去隔壁 隔壁不用三百而已 好 大家已經提醒一下 不要睡了 修仙 我 好啊 我給大家 因為 我們 現在就是 一定要把多招 從外面叫新聞前 叫人來上課 但是我們要怎麼說 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等一下給大家介紹 就是說 給大家解說 因為我們本來台灣人生活 也在政治戀獄裡面 所以我們要脫離這個痛苦 所以秘書長才會帶我們 我們兩百一百的人去美國 那裡跟他相告 到最後的時候 美國他給我們一個結論 我會依依跟大家介紹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說 就是說 我們有十個證據 十個選項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的生活 在政治戀獄裡面 修仙 我給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知道沒有 我們親府會 因為中華民國有很多單位去給他裁測條 如果我們不知道 因為你也可以拿你的記憶卡 我們的工程師那裡可以將這個 把他當錄回去 親府會 中華民國的親府會去給他裁測條 再來聯勤司令部也去給他裁測條 再來提委會也去給他裁測條 啊不知道齁 三軍司令部去給他裁測條 再來為何行政院新聞局會去給他裁測條 為何進化局裁測 為何那個 中華民國軍 國防部的進化局去給他裁測條 並不是因為紅種秋的問題 你看 這幾十年來有發生像紅種秋這件事 多少人 幾十人 但是都沒有那麼嚴重 跟中華民國裁測 全世界也沒有對一個國家說 那個軍法局去給他裁測條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的軍法局會被裁測掉 那是因為齁 秘書長帶我們去告美國 然後美國 要求中華民國不能有那個徵兵的制度 所以他們應該會將軍法局裁測 而且藉著有紅種秋的名牧 把軍法局裁測掉 再來 中華民國憲兵蘇林寶去給他裁測條 直接併到陸軍去了 再來 他的軍隊的黨章跟飛章一律塗掉了 可能我們在網路裡面也可以看到這些 那扶人機、戰車 那個 那個 那個車連排那個機子都裁測條 都塗掉了 再來 新町的樂山雷達基地 現在都 從以前就不是現在 從以前就都讓美軍控制條 都由 完全讓美軍去管理 再來 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宜蘭台灣民進會辦公室 他對面都要警察局 每天 每天都 每天都放那個 放 我們台灣民政府一些訊息給他們聽 結果他們都 他們 如果說真的台灣民進會是一個 違法的組織 他們警察早就動不了 就把我們去處理了 但是都沒有事情 甚至他把我們 把我們的辦公室去保護我們的辦公室 今天如果有人來亂天 然後警察在保護我們 所以 這樣可以證明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絕對不是路口說 是一個 詐騙集團 或是違法的組織 剛才就是跟台北說 很重要的 那幾項 我們大家要記得 就是說 我們如果去洋政民說 你看 台灣民國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機關 都被裁測掉 那是因為美國 USMG 美國 美國軍事政府要求他這樣做 美國軍事政府為什麼要求這樣做 因為我們去告美國 然後 林志欣報仇就是我們秘書長 他要求美國要 真的去執行高等法院要求他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告贏了嘛 他一定要開始做 因為他要教我們走政治這一條路 他慢慢要將台灣民政府 所有的台灣八成 知道這件事嘛 所以他中華民國很多 違法的組織都要裁測掉 因為中華民國 他是一個 他是次要占領全國 他是軍事占領台灣 他不是 像他現在 都義肝平 67年 他照說 軍事占領一個地方 7年就要離開了 但是中華民國 占領台灣 占領68 今年已經68年 為什麼都不走 那就是原因 因為 美國 他也有模糊政策 因為我們每一年 都跟美國買一百 用美金的武器 美國 為了享受這一種好處 當然他跟中華民國合起來 騙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台灣人 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過這個真相 是因為 米蘇頓他在國際戰爭法 他在2005年 2005年 2005年 2004年 研究國際戰爭法 他發現了這個真相 他就開始去國外演講 說他要將2008人 2008的人 跟他做回去美國 還有美國政府 說美國政府欺騙所有的台灣人 所以 很幸運 本來也剛好有對到他 有對到他 剛剛那個時候 2005年 2006年 有對他 走到現在 所以 美國 他就這樣 你看 他猜測 那就是 定義去把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加 但是因為我們的媒體 去到中華民國 控制住 所以都沒辦法說 但是我們都把他用 用 勘勘勘勘勘的 就是勘勘勘勘 這樣 以前他也沒有給我們看 最後新聞局取消 那個報社才敢 勘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事情 不然以前你說要花錢 要叫報社給我們看 因為新聞局 還要給他出發 他也不敢給他 不敢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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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敢 最後新聞局出銷後 我們才開始有我的電報社 現在我跟大家報告說 證明說 我們台灣人生活 是政治戀獄的證據 因為 中華民國 他違反建政法 從本土台灣人 集體整個月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等一下給大家解釋 再來 沒有人讓一個法律的依據 從台灣共行 納入中華民國和他的體制 因為我們是比尖領区 我們在1945年 1945年8月15日前 我們台灣 我們的阿公阿嬤 那時候叫做日本台灣人 算日本人 莫名其妙 中華民國他根本都沒有依照國際法 就將我們所有的人 將200萬人 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民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釋 再來 蔣氏集團 八點 摒吞日本是台灣人的 台灣的財產 就是說 當時 日本人他要回到他們 日本的時候 他只能帶一千塊回去而已 村的都要留在台灣 他留下來的財產 不懂財 或是那些 全部都被國民黨摒吞去 有的變成他的黨產 你想 對 為什麼叫我為中國 留不到台灣 他才有帶土地來 不可能 你說他帶黃金來 好啦 準備他帶黃金來 帶人來 但是最重要 他不可能帶土地來 想到國民黨 在台灣這樣桌東山 莫名其妙 不可能那些土地 是從中國大陸搬過來 他就是都沒收 日本那時候留下來的 台灣的財產 照說 那是國家的所有 不是黨的 黨產 啊 那當然 他也沒收很多台灣人的財產 再來 中華民國國民黨的公務人員的體責 將全台灣的教育的主委 完全農斷掉 而且他很強烈排除 本好台灣人參與 你要知道做公務人員 你就知道 在公告機關 在以前 蔣經國 和蔣介石的時代 台灣人根本就不可能 做一級主管 就算你是高考及格 大學 台大畢業 不可能 我們以前說外省 現在我們說他們是中國人 都是他們中國人 去做一級主管 再來全台灣人的教育主委 完全農斷掉 再來第六 登記台灣社會 台灣社會制度的入局 我待會跟大家一一解釋 再來外來的中國憲法 他記憶會在台灣的問題 1929年 他的憲法在1929年已經制定 那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人是日本的管庫 管什麼 管什麼 我們是日本人 但是莫名其妙 他們全法民國的憲法 紀念在我們台灣施行 台灣人紀念又 又認為是理所當然 沒有人告訴我們 這是錯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我們的 不是精神那些同胞 我們台灣的那些 憲法在這裏 要跟他講 叫精神 叫精神 再來 中國人替本好台灣人 設一個賣分點 選基 我待會跟大家解釋 給金利和法利 完全把它拆掉 再來 本好台灣人登記 第十點 本好台灣人登記 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們現在從第一點開始跟大家解釋 那個2009年4月起床 美國法院他扮官 他說 本好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好台灣人沒有國籍社會 成人的政府 人民資金生活在政治戀獄當中 這個 如果說阿蓋你有像要來科俊帥 這個大家 這考過很多次 幾乎每次都有考 再來 中華民國國民黨在台灣是行 流亡中華民國體制 基礎的歷史 很趣 他的憲法沒有在他們中國一行 他人在我們台灣一行 再來 第二禮拜四驚 陷入本好台灣人 用白色恐怖主義 本好台灣人 到現在還真怕贏 因為我 我要回去 我是加義人 我要回去加義 叫我們一些朋友去加義的 台南做的辦公室 去聽我們說這些 這個歷史 結果 很多人既然都不敢去 說怕去去 去用點擊做記憶 喔 這麼久了 又這麼可憐 第一項我們說 剛才我們有說 他違反政政法 他從本好台灣人集體幾位 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根基國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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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距離不能改變 距離地基民的國籍 他不能改變 再來1945年 1946年 12月 他從本好台灣人集體幾位 就是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那時候官員說 集體幾位的測試是為了方便管理 再來1949年 12月 蔣介石 他正式 他流亡到他的 距離地台灣 共北本土台灣人去做兵 如果他喪失生命 也可以說是距離 像 像洪仲秋 那喪失生命 像很多你以前 在媽祖去開花 媽祖去打膨胱 那死多個台灣人 那時候他們都說 他是方便管理 集體規劃方便管理 但是那個人死就是了 也不可能還換掉 對不對 甚至他們並沒有受到 什麼樣的腐穴 再來 我們說中華民國國政法 他發佈在1929年2月 他當然是台灣人 不是中華民國國政 那時候的台灣人 是叫做日本台灣人 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說 他根據國政法 他占領地 占領地 他不可以改變占領地 既民的國籍 他正在一個東西 那時候英國美國和法國 有跳出來說 你怎麼可以將台灣人 全部規劃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他說那時候 中華民國的官員 他說 他已經有四兩年12月 他集體的幾月 他是為了要方便管理 的測試措施 但是國際法上 有我們以前這種的率明嗎 不可能嗎 不幾年 就是到1949年12月 正確他就 正式流亡到台灣 因為 當時他叫丹義來而已 他本人 走去越南 接受那個 接受投降 他去越南 占領越南的時候 去 都沒有帶人的牛草去 結果 他帶了一大群的軍人過去 那時候 去收割的時候 剛才 豬瓦都熟了 可以收割的時候 結果 他就叫他阿彬哥 鄉 外南所有豬瓦都被掛掛起來 掛了 他們吃不吃 吃春的 又跟他們 問回他們中國 他說 那年 他就這樣占領那年 外南人死 兩百萬人 所以 因為都沒有他吃 他沒有留一任何 任何糧食 給越南的那些百姓 所以外南的人 很討厭 那個中華民國國民 中華民國國民黨這些人 因為 所以那時候 胡志明 就是他外南的國府胡志明 要跟他走去 跟法國說 跟法國說 請法國 來把張介石 趕出去 趕走 他跟外南做法國的殖民地 法國當然勝出也會好 因為外南 他是一個 物產很富饒的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 所以 法國跟他轉到一個冠照 冠照他跟他去殖民越南 大家知道 外南 法國殖民也幾十年 轉到一個時候 到1949年 12月10號 正式跟他流亡來到我們台灣 不然以前 他是要去 尖量外南 他照說 他是要尖量外南 法國趕出來 因為 那時候開始 他 那時候開始 對台灣人增兵 他對台灣人增兵 你想 美國 他去尖量伊拉克 軍事尖量伊拉克的時候 他有對伊拉克的佩生增兵 不可能 伊拉克的佩生 他去尖量 他去尖量 誰 不可能 因為美國和伊拉克是對立的 他不可能 去尖量敵人 這樣這個禮 放在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是 蔣介石的軍事尖量區 台灣跟蔣介石是敵對的 我們 他教我們是少前 結果他就是我們的敵人 他把我們增兵 我們要去尖量誰 你叫我們去尖量我們的敵人嗎 這是錯的 但是 就是很厲害 他就把你尖量 尖到說 你要去 你做兵的時候都很怕死 你如果不向前 他都 趕到後面就去尖量 所以你只好乖乖的去當兵 這樣 當了六十幾年的兵 這是錯誤的 這連那個美國 他到時候 我們都可以跟他索賠 因為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沒有保護我們 這塊土地的人民 既然次要佔領全國 蔣介石 這樣來把我們 吞打 所以我們不敢去照顧 他現在也知道 他會怕 他也知道他應該怎麼做 所以 他現在急著要趕快回來 正式宣佈佔領台湖 就是因為我們還沒四千的高 所以 就是說 他現在將政權高的 他也怕我們 但這個責任也蠻重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訓練四千的 而且我們最好 趕快找那個 越年輕越好 電腦越高越好 還可以很多 因為我們有很多電腦設備 一定要 電腦方面 是未來台灣的強項 所以我們回去 如果沒有電腦 一定要把他學 學會 我也一直加強我自己的 專業知識 所以我們再來說第二項 我們再來說 他說 他沒有任何的法律意志 他一句 將台灣強行 入中華民國國際 跟他的體制 在1945年 10月25日 蔣介石集團 在台灣接受日本 日本台灣 中毒的導航 他那時候 再來第二項 他說 他 中華民國 他說 軍紀開羅宣言 波子坦宣言 日本投降書 台灣說 併入中華民國領土 這個是錯誤的 他一直 六十幾年來都用錯誤 教育我們 這是錯誤的歷史 再來 農破崙時代後 各個各自間的 尼拓的 手術的專誼 必須要依據 國際 條約 在1945年 10月25日 蔣介石集團 他來台灣接受 接受 日本 日本 中毒的投降 他那時候 都跟他說 叫做 台灣光復節 他說 他是軍紀開羅宣言 普次南宣言 跟日本投降書 說台灣現在就收復國土 但是這是錯誤 因為我們知道 一百九五年的時候 清朝跟 台清朝跟台日本帝國 夾舞戰爭 夾舞戰爭牽馬關條約 牽馬關條約的時候 本來 本來清朝 他要講 鳳天 鳳天 配給台灣 掛牛 日本 台日本台風帝 但是要英國法國 帝國跳出來抗議 說 跟清朝說 鳳天是你的國土 你不能掛 你不能掛 你不能掛牛腹 因為根據國際法 國土不能因為戰爭而割讓 因為那時候 台灣跟平安是 清朝的擴殖地 擴殖地 是比殖民地還要夾一夾 所以他能割讓 日本 因為他也要走國際法 台灣 後來他就叫他學者去研究 外國 萬國國法 發言 這是真的 所以 日本就講 鳳天行 清朝 所以他只接受清朝 割讓台灣跟平安 所以那時候 你看 他說 收復國土 他那時候台清台風帝 是中 台灣平安 收復的管理 全部割讓給 台日本台風帝 他已經割讓給日本人 哪有可能他也可以光顧 因為 在1945年 四月找他的時候 清朝的 那個 日本 日本皇帝就是 第二世界台前的末期 他有發表一個詔書 大家知道齁 他有這個詔書齁 這應該大家都有看到吧 他的詔書就是向全世界宣佈 他說齁 從1945年四月找他開始了齁 他台灣齁跟韓國可以派 兩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去參加他日本 日本的議會 這樣就是標示 他要正式向台灣 跟全世界宣佈說 我正式向台灣 納入他 於日本南部 南部國土的延伸 不然在以前 我們台灣人 是他的殖民地 我們不能參與他們的議會 台灣人不能去做他們的議員 在1945年開始 跟日本天皇 還要邀請台灣人 就是兩個跟五個 兩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去參加他們日本的議會 所以這樣 就是正式全世界 跟張宣佈說 我要正式向台灣跟平衡 變成我日本的國土 你們世界其他人 有人有意義嗎 沒有 從來沒有人有意義過 所以台灣變成 變成正式歸為日本的國土 這是不可 這沒辦法再佛認 所以他說台灣是關富節 不可能的事情 國土不可能 因為戰爭而割讓 我們是日本的國土 不可能因為 就是世界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說 開羅宣佈加 波子蘭宣佈 跟他變成 變成說 台灣變成 還給中華民國 這是錯誤一個歷史 再來 他的開羅宣佈 破綻宣佈 這選擇 跟雕佈是不一樣的 這選擇 根本就不可能是 世界上不可能 承認你宣佈 是可以成為一個真實的東西 你一個 國家國際間 如果有 任何領土的專利 是要用雕佈的 不是用選擇的 因為在拿破崙那時候 法腿輪失敗 戰爭失敗之後 法國應該自己感受 他說 每次都用選 選到最後 大國吃小國 吃到最後全世界剩一國 這樣也沒什麼意義 然後戰爭死那麼多人 後來 制定一個萬國公法 是法國的 那個拿破崙之後 法國人應該 來制定一個萬國公法 這個萬國公法就是 全世界都要遵守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可以否認他 然後我們再來 我們再說第三點 蔣氏集團 他霸佔日本 台灣 日本人 在台灣的財產 再來 同時 大量沒收台灣人的財產 因為日本導航 讓中國人說 解釋會併吞 再來 軍事佔佔在國際法上 是不可以 以專領的財產 建政做的財產 是不實行的 將來一定要追求的 這讓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從導航的電力來 那時候開始 因為日本導航的電力 它只是一個 軍事佔領的開始而已 蔣介石佔領 台灣的軍事佔領開始而已 但是日本導航 給中國人解釋 說是 台灣佔領地區 已經 給中華民國佔頓回去 這是一個創 是這個 軍事佔領在國際法上 國際法上 它不能移轉 壓托的資金 在沒有國際條約 將台灣 過給中華民國移情 蔣氏集團 它不能佔頓 日本在台灣 所留下的財產 不能隨便 沒收台灣人的財產 這個 建政的財產 是沒有實效的 將來 一定要追究的 因為國民黨 有當勞那麼多 而且 國民黨 國民黨 他們在佔領 他們也要 比台灣還那麼大 兩倍以上的土地 他們那時候 是本來 想要去佔領 中華民國國民黨 要去佔領 後來 是因為 麥克阿蘇 把他分配佔領 說台灣 要給他分配佔領 軍事佔領 所以他會留在這裡 留在這裡 的時候 想不到 本來是說軍事佔領 7年就要走 結果 67年不走 這是我們台灣人 很疲愛的一項 再來 他把我們軍事佔領台灣 照理說 他要在我們台灣 成立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你看 美國在伊拉克 佔領 軍事佔領 伊拉克 他也是 伊拉克成立一個 伊拉克平民政府 但是 蔣介石沒有 都沒有這樣跟我們 都沒有把我們台灣人 成立一個 台灣平民政府 他直接就 他本來是軍事佔領 是分配佔領的 那個而已 結果他在台灣 是實行那個 完全佔領 完全佔領 很多 我以前不要再講那麼多 再來我們說第四項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的國務次元的體制 在強烈白帝 本土台灣人參與 蔣介石集團 他沒有 他沒有關於盟國的約束 本來他有盟軍分配佔領 但是 蔣介石集團 他在台灣實行 是完全佔領 他救四千年 二月二八 發生了二二八十 中國國民黨 用大量的武裝 力量頂 抵抗台灣人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 手無寸鐵 也沒有辦法抵抗他們 1949年12月 幾百萬流亡的中國人流亡到台灣 那就是蔣介石集團的衛冠 走過來 走來台灣 他不僅帶了六十萬大軍 還有六十萬大軍 裡面的冠軍都帶來 整百萬人 都走來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想在國務次元的體制裡面 出人頭地 簡直是不可能的 蔣介石 他1945年10月來台灣的時候 他都不怕盟國的約束 他本來是分配佔領 但是他在台灣實行 完全佔領 這國人 他們這些軍人跟軍官 都勇槍自重 本來台灣人 手無寸鐵 沒辦法幫他翻空 甚至 我們如果受到完翁的時候 我們去 長官公署 或是相關的黨員去進行 常常都 有氣無火 人家就失蹤了 我們隔壁 有一個 學律師 也莫名其妙報名 說給丟照 丟照給我帶去 說要跟他問他事情 他們在調查時 都報名來帶人 然後帶去 從來就沒有回來過 他們到來也找不到 也不敢去找人 所以這種事情 發生太多了 我想我們今天來這裡的人 很多家庭 可能也是有這種痛苦 有經過這種痛苦 因為本來台灣 他沒有申請 他沒有陳情的申訴管道 日本天皇 日本他們戰敗 他們等到日本 他們自己 日本的戰後 要重建也很困難 就已經壓力很大 他可能那時候 也沒辦法顧到我們 我們也沒辦法去跟日本 討救兵 日本那時候也沒有辦法來救我們 所以我們台灣人真的很可悲 再來 雙雙 你去想什麼 他都沒有把他經過的心伴 而且他沒有讓董事人 拿出人家的政治的伴角 就像牽涉了 這很多 這我們在電視裡面也看很多 一些228家屬 他有出來說他們以前的痛苦的事情 在這個情形 加上1949年12月 幾百萬的中國人流亡來到台灣 本土的台灣人 他想在公務人員體制裡面 要出人頭地 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做到今天我們所看的 很多工家機關裡面 都是流亡中國人去做一級主管大關 這不是一個正常現常 他們跟多少人 我們六百萬人 還怎樣也多人幾個倍 照說 在公務人員的體系裡面 台灣人 那個公務人員的台灣人 應該是比他們多少 結果是沒有盤的 再來 我們再來 說下一個 第五個 全台灣的教育主委都會壟斷掉 三十八年的概念 教育主委讓中國國民黨壟斷掉 共產本土台灣人 學習大中國的思想 本土台灣人 一個私事就失去分析的領域 沒有人可以拿出來說 一千條萬年二十一世紀 粗到 一千條萬年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粗 我們台灣人的真正的歷史 再來 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意義 台灣在下架這三個日期很重要 但是 我們幾乎都答不出來 1945年十月25 我們台灣真正的法律地位是什麼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十 台灣發生什麼事情 1952年四月二月 台灣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三十八年的概念 行情台灣教育主委都被中華民國壟斷掉 本土台灣人 只能學習大中國的思想 沒辦法有用台灣為中心這個教育主委 強行天躍式的教育體制 學生的都被教育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種錯誤的邏輯思想 這外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你台灣人怎麼會變成這種方式 而且我們看 你現在去 跟那個年輕人說 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說 他基本上都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他沒有辦法 體會出 為什麼他不是中國人 因為我們已經去那種錯誤的教育六十八年了 所以後米國這奧家 他們都教育是說How to sing 可是說你要怎麼思考 要思考一件事 但是我們都是天壓式的教育方式 一直到今天 我們台灣的學者 我們自己台灣的學者 要對我們台灣學 一個政客的理論 都要再沒辦法說出來 沒辦法 一個政客跟八成這樣率明 一天我給大家報告說 一九十五年十月二五 是什麼日子 他們跟我們說的是光復節 是這個上次 台語 在台灣接受日本總統 日本台灣總統的投降日 就是日本 台灣日本的投降日 我們真的立書是要這樣教 但是他們跟我們說 那叫做光復節 再來 一九十九年十二月七十 是什麼日子 這就是蔣介石 他正式流亡來到台北的日子 因為他叫 外南冠出來 就是一九十九年十二月十號 蔣介石正式來到台灣 來台北 所以他帶幾百萬人來台灣 那些冠書 中國人 就是中華民國遷都台北的那個日子 這個日子 你看他自己也不敢跟你們說 不要說那個 不要說十月二十五 他自己遷就在台北 他也不敢跟我們說 這真的是流亡到台北 再來 1952年四月二百 就是中華民國跟日本簽和平 台北和平 台北和約的日子 1952年4月28 這是舊金山和約的生肖日 但是那時候 以前不算和平調用的時候 他那時候有兩個中國 都說他代表中國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說他都代表中國 所以那時候同盟國 照說現在的聯合國 就沒有讓他們參與簽約 49的國家他們沒有 所以就中華民國另外 跟日本簽一個 中日台北和約 就是那個台北和約的日子 但是台北和約到現在有效 沒有效 沒有效 什麼人可以跟我說 為什麼沒有效 是什麼原因 他跟中國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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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日本跟中國建交 對啦 政治 正式的答案就是 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那天開始台北和約的失效 但是馬英九到現在都 他每次去辯論 都說 他跟日本有台北和約 然後他都不告訴你真相 就已經失效了 都不跟你說 私下日子就是 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約 建交那天 他就正式跟中華民國斷交 斷交台北和約哪有可能 當然也是沒有效 所以現在馬英九跟我們說 也是繼續跟我們騙 很多人也相信 甚至很多 類似什麼教授協會 還是台獨 不知道是真的知道 還是條件 還是跟著馬英九一起騙台灣人 再來 不知道存幾分鐘 再來 我說一項 流亡 中華民國流亡在 這點 我覺得有那麼重要 像你是台北 我們如果參加國際的一些會議 我們都可以用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他正式的正式名稱 其實是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他叫做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流亡在台北 沒有什麼建設的事情 他可以回去 但是他都不想跟我們說 實在話 那時候我都是說 中華台北 我是台中 我如果要參加國際會 我怎麼不想說 我也要說我是中華台中 我怎麼不想說 我怎麼不想說 我中華台北 結果說不行 說一定要說中華台北 我說為什麼 就沒有人跟我講為什麼 然後我是不是 秘書長他這樣解釋 我說 原來叫做中華民國流亡在台北 不怪他一直流亡在台北 只要說 所有中國人不可以離開台北 因為 那個 當時 法國 戴高樂將軍 他也曾經流亡到英國倫敦 他也帶幾十萬人去英國倫敦流亡在那裡 成立一個 法國流亡到倫敦的一個臨時政府 他也不可以離開倫敦 那些法國人要離開倫敦 也要經過英國他們的政府官方同意 他還可以處理其他的都市 然後 你說那個 然後你那個 好 韓國 韓國 他也有正經流亡到上海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個國家 他的內亂 他流亡出去 是很正常 但是那個 蔣介石他都不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一直被蒙騙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這裡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跟他們講 要處理大家選團 這樣 我們跟法國又叫親多多兄弟 政府會來上我們的課 我們四千人會到的時候 我們跟 就很容易 我們法國跟美國去講 他當初要求我們 我有達到你要求的 我們現在時間到 我們是不是先說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再說 謝謝 謝謝